顶住卷心菜的压力 你在个应谁呢 啊 一个卷心菜的压力 太一直了 往下路走嘛 往中路走也可以 往中路走 正好套路掉一些这个顶扒 完了 那这个第二路 就让我不是很开心了呀 每一路都有这个顶扒的存在 这也就有点不好办了 能不能有一个大哥 能够扛着过去呢 最后一个小皮毛 你可以吗 哎呦 无所谓了 用不上你了 你该倒倒吧 第五路轻松拿下 打第一路现在什么都不怕 OK 打最后投篮那了 也会第一时间被这个硬帕打掉的 那现在第二下我就有点害怕了 第二下我尽量还是使用大蒜为移法 哎呦 哎呦 你 哎 还不错 哦 哇总的说还不错哦 那能把这一路的玉米投手全干掉了 那我说你是个爷们 没关系 这个第二路这么轻松拿下了 第四路的话 我没有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上路的阳光还是要吃到手的稳呢 啊 套路一个 OK了 接下来这都过不去了吗 哦 一个小鬼肯定有办法的呀 哎呦 高坚果的小弟又来了 坚果家族拿下衣服路 巨人联盟拿下二十四路 我很期待 接下来的中路 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虽然说只剩下一个玉米投手 你这一波总不可能把我的阳光全部都只吃了一一二进 这是什么可能的啊 这可能是什么 一路解决 来吧 四千阳光 你等着 第一个就直接套路你一个顶帕 挡不住 根本挡不住 又跟随一个坚果 你跟随一个高坚果 哈哈 我的天哪 这怎么防啊 我还想趁机清理一下场面上的所有植物啊 不像灵魂 它之间一个服势方面 行吧 看着还是非常对称的 轻松拿下 搞定